我今天要讲的故事是青蛙王子 从前有个美丽的小公主 因为她是国王唯一的女儿 大家都很从爱她 有一年国王唱小公主一个金球 当作生日礼物 小公主很喜欢做个金球 每天到绿花园里玩 一天下午 小公主又带着金球到雪橙边玩 她把金球高高的通向公主 通通的一车 金球掉进车子里了 我的金球掉进车子里了 我的金球掉进车子里了 青蛙说 我可以帮你捡回金球 但你要做我的好朋友 让我和你一起吃饭 一起吃一家 青蛙说 她可以帮小公主捡回金球 她就要小公主做她的好朋友 小公主亲临 一直挂着金球 她就对青蛙说 你只要帮我捡回金球 我什么都答应你 青蛙一体美丽的小公主 愿意当她的朋友 马上跳进车子里成长金球 过了好一分金球 青蛙抱着金球浮出全面 小公主很开心 生手就要拿回金球 生手就要拿回金球 青蛙就说 你一定要争取约定 青蛙担心小公主 忘了刚才答应的去吹以提起 小公主 小公主亲临下 这个青蛙到底在想什么 青蛙怎么可能 和人类 青蛙好朋友 但是 她为了拿回金球 人事点头都应 青蛙就把金球拿给小公主 小公主一拿到金球 转圈就跑 等等我要 等等我要 青蛙在后面拼拼叫 他们 小公主到城堡里 一起去晚餐 突然听到了敲门声 外面有人大声都喊着 小公主 你的好朋友来找你了 快点开门 小公主发现是 犬圈里的青蛙 他们亲了一下 结果发生了一件事 她变成了一位英俊的王子 小公主和王子同时 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谢谢大家 我们公司小王子